好 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课文文本的部分 首先呢 那么让我们开始什么呢 拥有移动3G手机的每一天吧 那么这个地方ある前面用の 其实一般用が也可以 那么在这个地方它是作为一个连体修饰 把が换成了の去修饰这个每一天 那么结合前面的句子音就相当于呢 来让我们开始享受拥有3G手机时代的每一天吧 好 3G形态の特色はその通信回線です 那么3G手机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其通信线路 新しい通信回線を利用することにより 那么这个により在这里是表示一个方法或者是手段 那么通过这种新的通讯 通过利用这种新的通讯的一个线路呢 通話品質とweb通信速度がupし up是表示上升的意思 那么通话的质量以及这个网速呢 也更快了 upします します 我们一般用して表连接 那么します 把masu去掉 就保留前面的这个c呢 它可以表示一个书面语的连接 就有点像动词连用型的感觉 但是它可以做书面语的连接型 さらに更加的快適になりました 变得更加的快速了 轻松了 また サービスも飛躍的きにpower upし 海外で使えたり テレビコールができるのはもちろん 那么这里强调的是说 另外また 连 它的这个提供的服务 飛躍的きにpower upし 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服务这块的能力呢 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那么 在海外 在国外的话 使う 使う是使用 使える が是能使用 使えたりが理取 那么在国外也能够使用 那么テレビコールができるのは もちろん もちろん 就表示当然了 自然了 那么当然包括说这样的 可是电话也是能够使用的 还有包括说 メールや webがより大容量になりました 包括他们这个邮件呢 和这个 网页也变得更加的 容量更大了 容量更大了 他讲到的是 用邮件编辑的功能 来改变对象 改变什么和什么呢 改变文字的大小 以及颜色 然后后半部分说到 組み合わせる 刚刚提到了 就是组合 就是组合什么呢 组合 添加有图片的 这种多张的幻灯片 然后来制作 具有自己特点的 一些个性化的邮件 作れます また另外 高音質な音楽から 大迫力のゲームまで 楽しめます 楽しめ是观赏 或者体验的意思啊 就是表示说 还能够 从这个高音质的 这个音乐 到极具吸引力的游戏 我们都能够体验到 那么大迫力 可以表示说 微真的 或者是非常非常 具有这个吸引力的 那往下面看到 テレビコールでは お互いの表情や 景色を見ながら 通話できます だから 边怎么边怎么 那么では 在这里可以表示说 如果假设 就是如果是 可是电话的话呢 那我们能够 一边看到 对方的表情 和周围的这个景色 然后呢 边通话 時間や距离を超えて 今すぐ会いたい あの人に 言葉では 伝えきれない 気持ちが伝わります 那这个声で 是表示 能够跨越时间与距离 能够像 你表对象 能够像呢 我们想马上 见到的那个人 能够跟 我们想要见到的 那个人呢 来表达 或者传达 伝わります 传达什么呢 传达什么样的心情呢 前面有一个 看到 伝えきれない 那么之前语法 我讲过了 伝え是动词連用型 加上 切る 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表示 动作的彻底 还有一个是表示 一个程度非常深 那这里 去表示一个程度的意思 那么将其 又变成了一个能力型 切れる 又把能力变成否定 切れない 就是表示 传递不了 传达不了 无法传达 那么就是表示 我们能够像 我们想要见到的那个人 来传递平时 仅仅只是用言语 所传达不了的这种心情 那这里强调 可视电话的这个优越性 好 后半部分 また 3G携带ならでは のサービスが いろいろ利用できます ならでは 可以表示 只有什么什么 才能怎么怎么 那在这个地方是说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能够 利用できます 能够利用的 只有在这个3G手机 才为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 サービス 服务的意思 好 来看到下半部分 第三世代の携带電話は 私たちの毎日を もっと楽しく もっと エキサイティングに かいていきます 那么前面强调主语部分 是说 那么现在这个 第三代的这个移动电话呢 哦 把对象 将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们每天的生活呢 もっと楽しく 变得更加的快乐 もっと エキサイティング 变得更加的这个富有 丰富多彩 好 这里说到 かいていきます 那么首先 它是从 かいていく 过来的 那么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表示 游近即远 比方说 走って 是跑 走っていく 是跑过去 游近即远的一个过程 那么另外呢 除了游近即远 还可以表示一个事态的发展 那么事态发展的话 一般都是强调 以现在为起点 那么 那么说到将来 或者是从现在起 说到将来的事情 那么 结合这个地方 正好它用到这样的形式 强调事态发展 就是说 现在呢 这个第三代的移动手机 能够将我们现在 每天的生活 变得更加快乐 然后变得更加富有激情 那么强调 从现在到将来的这种感觉 那么强调事态发展 那么强调事态发展